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超能煮SuperChef 奇怪了 为什么叫超能 因为有Yan Can Cook嘛 有真能煮嘛 哎呦 那他比真能煮更厉害 叫超能煮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老板娘先请出来 把我们的Annie 老板你好 好 为什么叫超能煮叻 因为我相信我的厨师是超能煮 哦 厉害哦 可以 那就把他的主道名菜介绍给大家看看 我现在来到里面的厨房 跟Chef一起来给大家示范 第一道Chef要煮的就是他们这里很出名的 咖喱Piche 每一家都有特别的特色 这家的特色在哪里 我们来看看 师傅就把所有的材料都放进去 把他的三包已经加在里面 然后加水 各位 这就是师傅呢 SuperChef的师傅煮的沙粒鱼头 好 接下来师傅要介绍这道是 咸蛋鱼皮 那么首先放下的是牛油 咸蛋黄跟牛油搅匀它 师傅为大家精心煮的这道 咸蛋黄鱼皮 快点 很多客人 好 来了来了 我们这一桌的咸蛋鸡丁 来 enjoy your food 哈喽 饭快点来 快点来 快点快点 吃炸豆腐 来请问一下美女 你们经常来这边吗 那你就喜欢吃这边什么菜肴 都喜欢 都喜欢 OK 好 先吃 好 我们现在来另外一道了 这一道很特别 是香葱 黑猪肉 姜片呢 爆香它 黑猪肉先下 锅盖焖一下下 像它这个 黑猪肉呢 它经过焖了一下呢 不太入味 而且它的肉等于熬起来 有弹性 好 这就是师傅所炒的 姜葱黑猪肉 那么下一道的名字很好听 就叫做 锦绣兰花上树 摘蟹鱼 摘鱼饼 摘五花肉 摘货里面的这一切呢 全部都是摘类的 OK 可以了 这道比较特别是属于素食的 名字很好听 叫做 锦绣兰花上树 那么现在在我旁边呢 就我们这位赖先生 赖先生 你好 赖先生请问一下 你是从哪里过来这边吃饭的 从 芋郎 芋郎来到Buguay Bhattu 你好 你好 我会讨计 不要说讨计 讨计你老婆 我的主持人 我发现你们点的 都是我们这边的 最拿手的菜 每味佳肴 这个是这个咖喱入肉 对啊 哇 你很厉害 你也会煮哦 因为 不要说我厉害 我会煮 我参与 你参与 超能煮 超好吃 我就喜欢吃这个咖喱皮 看师傅在煮的时候 我已经流口水 很酥脆哦 非常好吃 而且咸味刚刚好 不会太咸 那另外我还很喜欢的 就是我们的 黑猪肉 姜葱黑猪肉 他们没有消费水 没有服务费 所以来到了Super Chef 这里用餐呢 每一道菜也要出出来的时候 不算是闻的也好 看的也好 都可以说 每个道道都是 色香味俱全 马甘马甘 我们一起学毛教 一起喵喵喵喵喵 在你面前撒个小孩 喵喵喵喵喵喵 我要去 我要去 哈哈哈哈 好